电视剧《胡珠夫人》正在热播 话说方海誓原本只是个出身平凡的渔民之女 有次海誓不慎落水 叫人为了救她 而在海誓手上写下狼狂二子 从此这个护身符就一直陪伴着方海誓长大 但谁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作用 随着剧情发展 方海誓被她最爱的方珠出卖 流落到了地区身边 方海誓十分痛苦 最虐心的是 她与方珠之间的情缘被彻底切断 此时在宫中 唯一能跟方海誓同病相连的人就是提兰 两人共同点还真不少 首先他们都是天性善良的女子 更关键的是 提兰手上也有跟海誓一模一样的狼环印记 海誓发现 她可以利用印记召唤骄人与骄杀 后来这一点还被帝徐等人利用 帝徐强迫海誓将骄人带回宫中 此举最终招来了战乱 为了拯救大政与方珠 方海誓使用狼环印记召唤出滔天巨狼吞没敌军 包括方珠帝徐也都死了 唯有同样拥有印记的提兰活了下来 方海誓这波挂开过头了吧